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发面饼最独特的做法 案板擀个杖全都不用 也不用烙的 外属里软比面包还好吃 先在大碗中倒入一把葱花 再倒入200克面粉 两颗酵母 三颗盐 四颗白糖搅拌一下 再分次加入150克温水 搅拌成絮状后揉成面团 这次的面团是比较粘手的 然后加入15克食用油继续揉匀 准备一个8寸的烤盘 在底部铺上一层油纸 放入面团 将它铺平 之后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面团像这样就发酵好了 然后撒入芝麻 在表面刷一层油 烤箱散火200度下火180度 放进去烤20分钟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 要根据自家的烤箱脾气调整 时间到取出来 稍微冷却后即可脱膜 再切成小块来看一下 表皮特别的酥脆 那里蓬松暄软 还有浓浓的香醋味 发面饼这样做 省食省力 而且还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